美国作为全球第一个将原子弹运用在战争中的国家 不仅让其他国家看到了中国的真正实力 同时也让本国看到了核武器的真正威力 对此美国开始大力发展本国的核武器 再加上曾经和苏联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军备竞赛 因此后者也拥有大量的核武器 此外更加大力发展的核武器 根据美国此前透露的消息 俄罗斯的核武器存储量大约在1500枚左右 当然这要指战略值班状态类的核武器 而且美国也宣称本国核武器存储量达到了1500枚 如果算上封存代命类的清淡 美国核武器数量将会大幅上涨 毕竟有消息称美国的清淡数量大约在6000枚左右 此外刚刚脱离老组织的英国曾一度叫嚣 让中国销毁所有的核武器 本国却要增加80枚左右的核弹头 为此也让外界认为是 美国在背后只是英国这个马前足 没有想到的是 近段时间所谓的头号强国再次打起了小算盘 扬言中国已经不具备核威射能力 至少在该国看来 中国的核武器并不具备威胁能力 要知道 中国曾在1964年成功研发出了原子弹 于1966年再次研发出清淡 可是随着各国科技的发展已经不再单纯依赖于单独发射核武器 而是转由洲际弹道导弹搭载核弹头执行打击任务 在这领域中美俄三国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比如说民兵3 萨尔玛特 东风41 东风31等等 值得关注的是 这些导弹大多以陆基发射方式为主 为此也给了别国卫星一定的可乘之计 毕竟处于太空之上的卫星 能够识别到搭载核弹头的陆基导弹发射地点 因此各个国家便开始发展所谓的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 其中当属美国作为成功 将三叉戟导弹安装至俄海俄级的核潜艇上 也次用大约可以发射上百枚核弹头 为此也具备极强的打击能力 或许正是基于这一点 美国的自信心和优越感会无比的膨胀 至少在该国眼中 我国的海基核打击力量似乎并不是很强大 然而中国经过多年的发展 也拥有094型战略核潜艇 但是并没有透露具体的数量 即便如此 却能搭载巨浪系列弹道导弹 而且该系列导弹的真正威力也不容小觑 可是名言人都能看得出来 在海基核打击力量 中国与美国相比确实处于一定的劣势 但是却不至于没有核威慑的能力 此外美国此举或许是忘记了 我国的核潜艇和东风家族的强大之处 而且或许想通过此举 让外界将目光从中东美军势力的热点中转移 也可以理解为是美国故意而为之 并非我国不具备核威慑这张底牌 至此 离 Bob Classic 感谢观看